个人喜欢,认识足球,是从小时候放学回家,电视台上播放的日本引进动漫足球小将开始的,那时候非常喜欢里面的男主角大空翼,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各类足球比赛。 童年的记忆当然,我是来讲现实中的球星道,那要来讲的话,就不可避开世界足坛的传奇人物,迪格·阿拉多·马拉多那·迪格·阿拉多那·阿根廷球王广大球迷,哪怕是不看球的,也会有几个知道他的上帝之手。 当然,他不是靠用手进球,才被世人称为球王的,马拉多那·阿根廷人,私职中前场,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,拥有精准的脚法以及脚下升跨的带球技术。 大局,整体意识非常出色,被誉为一个人可以盘获一支球队,这句话是对一个球员个人相当大的肯定了。 1975年10月初子修了1997年10月正式宣布退役,期间个人,俱乐部,国家队层面荣誉大满贯,老马从三岁迷恋上足球开始,就不断积累自己。 十岁的时候,参加俱乐部青年队失讯,而一年以后就以神童的称呼,被全阿根廷人记住,十四岁的时候正式的成为了青年队的一员,参加甲级联赛。 这是一个为破纪录而生的少年,不断进步的马拉多那需要更大的舞台,以当时破纪录的转汇费价格,加盟了巴塞罗那。 当然,巴塞的两年长期由于伤病的,困扰,他还没开始准备经验世人。 巴塞十七年轻的老马,从巴塞罗那离开后,加盟了一甲纳布勒斯,在这个俱乐部老马,把自己当时球王的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。 用了三年时间,巴纳布勒斯从宝级太极队硬生生的带上了一甲冠军的宝座。 当时的一甲,可被称为是小世界杯啊,这就是个人能力的完美体现。 球迷拉起的老马横幅世界杯上的他更为出彩,埃根廷从来都不是夺冠热门,但他们拥有马拉多纳。 在1986年的世界杯上,马拉多纳,通过接连决战,展现出球王属性的真实反应,让全世界球迷见识到足球最极致的那个版本,也因此创造出一个人的世界杯神话。 除了被误判的上帝之手,马拉多纳几乎无所不能,他在为平凡严重侵犯的背景下仍然以中枪本质输出统治力,在关键时刻摆脱严防死守送出致命直赛。 当然,还有被称为足球历史上最佳进球的世界进球,长途奔袭不断突破六大防守者,整套动作在11秒内完成,一向锋芒,上帝之手捧得大力神杯, 不过赛场下面的马拉多纳的私生活相当混乱,吸毒,斗殴,嗑药,禁散,毁人设的行为一大堆,任何不恰当的回应都可能招致陨落。 但球王却完美适应下来,并在调整和改变中爆发出最厉害的自己,终于成为齐民贝利,被官方承认,民间早已确定的二十世纪最佳球员。 两个球王,他还是球员们公认的最佳,史上最好的球员。 真愚蠢的问题,除了马拉多纳和贝利之外,就没有任何答案了,硬要说的话则是马拉多纳,托得我是巴西人,但崇拜马拉多纳,把他看作最伟大的球星。 罗奈尔迪尼奥,这个世界上唯一崇拜的球员,就是马拉多纳,如果生活在贝利那个年代,我同样可以一场比赛进十个球。 罗奈尔多在我见过他们踢球的所有球员中,我认为其中一个是最完美的,迭格马拉多纳,他做任何事情都很出色,所以罗埃跟平人假如被要求提一个偶像的名字的话,不可能会有人不提马拉多纳的。 没心,个人仅机会不间断的更新,希望大家喜欢,点赞丽关注,有想了解的球员,请留评论,写的不好的,也请大家多多包含。